新加坡大满贯 闹乌龙 马龙遭裁判误判 球迷吐槽 刘国梁该出手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翻楼各位喜欢国平的体育迷啊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国平的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目前国平呢 正在新加坡参加WTT大满贯的赛事 本次的赛事呢 也是非常重要 作为国平的将士来说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获得本次一个冠军吧 本次的比赛呢 刘国梁可以说配出了全部的阵容吧 像老将马龙许心 年轻球员相鹏 林世东等人 从整体配置来看 确实 本次的国平球员非常豪华 目前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五天 可以说也是冷门叠出吧 像张本志和余国等人也是先后出局 我国选手相鹏 林世东也是不敌对手最终的惨状投胎 可以说本次的比赛啊 竞争非常激烈 尤其是男队这边 就在刚刚的比赛中呢 马龙也是3比0横手了 非洲小哥 但是呢 白场比赛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在比赛中裁判是意外出现误判 因为大家都看过比赛的球迷啊 都看得过 在第四局最后时段 马龙与非洲这名选手是10比10打拼的时候呢 裁判呢 突然宣布马龙获胜了 出现这个意外之后呢 可能球迷也是比较纳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之后呢 原因也是正式曝光了 就是因为当时裁判出现误判 马龙得分却判给了非洲选手 所以说最终呢 也是把这个分加上了 虽然只是一个小插曲 但是呢 这样大的比赛 出现一个这样的小插曲啊 确实不应该 作为拼协副主席的刘国良确实应该出手了 他作为拼协副主席应该起的作用 对于比赛的一些监督啊 包括对于裁判那些任人程度啊 都应该进行一些督促 我们希望的此理事情啊 不会再发生了 也是祝福国平的所有将士们 在今年的比赛中呢 越来越好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球 下期待了